日前外界解读语求国首戴资领脸书发文被行政院当作假新闻 行政院提供假新闻数据后又更正 对此 行政院长赖清德今天说 行政院该道歉就道歉 针对媒体报道指戴资领脸书发文也成假新闻一事 行政院发言人Colaz El Taker澄清表示 该则新闻搞戏针对戴资领选手在脸书提出体育环境有待加强的建议 教育部体育署的回应与说明 绝非指戴资领选手脸书发文为假新闻 国民党立委卢秀燕下午在立法院施政总日群时问道 戴资领发报远文也是假新闻一吗 而且行政院秘书长卓荣泰在谈假新闻时用错数字 赖清德要替卓荣泰道歉吗 对此 赖清德说 幕僚单位提供不正确的数字给卓荣泰开记者会 却有检讨之处 赖清德进一步指出 对于戴资颖 对于这起事件 大家认为要表达政府严正态度 我可以道歉没有问题 卢秀燕追问 对小戴道歉 赖清德说 对 他认为政府打击假新闻 因为假新闻冲击社会安定 对于幕僚给了错误讯息 或是幕僚误会 戴资领没有说这些话等 行政院该道歉就道歉 行政院长赖清德 图报细资料照 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